大家好,我是劉勒貴之台PETER GAME UP 你想要點贊 PETER 欸怎麼了 我有問題 那你說 我上次跟我女朋友要去吃飯 是 我想要點一支酒 哦 我想說我都已經拍你拍那麼多集了 我應該有機會可以挑出一支不錯的酒來 那結果咧 結果我就是面對了滿滿的酒櫃牆之後 我不知道要挑哪一支酒 為什麼 因為 我不知道那一瓶酒是什麼味道 看不到對不對 然後上面全部都是英文字母 哦 然後他們都長得還滿漂亮的 所以我就挑了一支最漂亮的酒 結果好喝嗎 結果很酸 沒有到你喜歡的味道 我女朋友很生氣 她說 拍了 PETER拍了那麼多集 結果你挑了一瓶這麼酸的酒 你照想喝甜的嗎 哦 遇到這種狀況真的很尷尬 好啦 劉洋師老師 既然都拍了那麼多集 今天來教大家一個小小的訣竅 讓你如何 在面對琳瑯滿目的葡萄酒的當下 輕鬆挑選出 適合你的葡萄酒 基本上葡萄酒我們常會講說要看酒標 要學習如何懂酒標 我跟你說酒標千百種上萬款 你怎麼記得住美一個酒標的樣式跟它的名字呢 來 今天劉洋師是簡單 看到桌上這些滿滿的葡萄酒 我們一一來介紹 這些酒到底代表了什麼樣的訊息 首先呢我們先來理解 一般我們常見的葡萄酒不外乎兩種瓶身 一個 柏根麗瓶 另外一種 柏耳朵瓶 這兩種是一般我們最常見的 葡萄酒瓶身 當然你看到這兩種瓶子的時候 不外乎你可以理解兩個 非常大的方向 看到柏根麗瓶 一定是什麼 單一品種 因為它主要是以紅的黑皮諾 白的Shadonet 都是百分之百單一品種 沒什麼好懷疑的 而看到柏耳朵瓶身 你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它一定是混量型 要嘛卡巴拉索瓶和Melo 要嘛Melo和卡巴拉索瓶 再加其他的葡萄品種 所以我們從兩個不同的瓶身 就可以判斷說 它的風味層次度 如果你今天你是挑Burgundy 它的風味就比較細緻 比較優雅 如果你今天挑的是柏耳朵 它味道就比較厚重 比較重單寧 比較飽滿 比較厚實 那你在挑紅酒的時候 你光看到這兩個瓶身 還沒喝你就已經可以知道 它的風味表現了 好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有肩膀跟沒肩膀 可以這麼說 沒肩膀的就是女生 有肩膀是男生 就是男生 可以這麼理解 好 非常簡單 男生比較粗重 比較厚重 然後女生比較優雅 可愛 嘿可以 那除了這兩種瓶身以外 當然 柏耳朵跟Burgundy 也有白葡萄酒 Burgundy的白葡萄酒 跟紅酒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品種問題 一個是黑皮諾 一個是Shadowland 那柏耳朵的話 基本上 瓶身上就有點小小的差異囉 這三個都是來自 柏耳朵的葡萄酒 瓶身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問題出在哪 在於它的顏色 白葡萄酒顏色 基本上會有兩種瓶身 一個是透明的 一個是深褐色 或是深綠色 這兩種差異代表什麼 代表 如果你看到這種瓶身 百分之百 一定都是不甜的 如果看到透明的瓶身 有可能是甜的 有可能是不甜的 如何方便 看顏色 像這種呈現金黃色 感覺就一定是 蜂蜜的顏色 非常香甜 如果它是呈現亮綠色 感覺像綠色果汁 應該是不甜的 但如果你沒辦法判斷 你的眼睛不好 看不出顏色 沒關係 如果今天你要挑一款 不甜的波羅多 怎麼挑 直接挑深色瓶子 絕對是不甜白酒 是不是當你在挑選的時候 你不用去記酒標 你只要看瓶身 看顏色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是什麼酒 什麼樣的風味 有沒有很簡單 所以那一天 如果我想要挑 味道比較飽滿 是 然後風味偏甜 是 那我就要挑有肩膀 有肩膀 然後顏色像蜂蜜一般的 甜白酒 是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 灌醉美美的話 那這時候如果要灌醉美美 基本上你可以挑選 另外一個東西 那就是香檳 香檳永遠是 把妹的最佳生氣 那基本上香檳 不外乎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香檳 它的平頭 一定是這個樣子 上面一定會有所謂的 軟木塞 跟鐵絲 還有香檳蓋 只要看到這樣的平身 百分之八十 都是氣泡酒 如果你今天要挑選的是 把妹酒 那當然你就要挑選是 慕斯卡 三個不好的品種啦 但至少 你今天看到這個平身 你可以知道它是什麼 一定是氣泡酒 絕對不會是紅酒或白酒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氣泡酒的平身 也都會比較重 所以當你拿到一瓶酒 上面有這樣的一個平頭 然後呢 本身瓶子又比較重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就是氣泡酒 有沒有 很容易去分辨呢 今天也特別介紹幾款 比較有趣的葡萄瓶身 比如像這一款 矽敵瓶 這一款瓶身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它一定是 瓶子 或者是來自德國或阿爾薩斯 冷涼型的葡萄 比如像剛剛講的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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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Gurtramina 這幾個葡萄瓶身 因為這個瓶子 是德國跟阿爾薩斯的特有瓶身 所以以至於全世界 很多國家 只要是釀造Risling 都會選用這樣的瓶身 來進行包裝 而另外這一種 細細長長的瓶身 不外乎一定是甜白酒 而且是冰酒 就算不是冰酒 也都會是甜白酒的造型 我們從瓶子上面 就可以很容易去區別 葡萄酒的風味跟表現 另外比較特別的 像這兩款 這款特殊造型 是法國Jura產區的黃酒瓶身 而且一般我們古老酒 都是七八五十末對吧 這款只有620末左右 主要原因 因為這是古老的瓶身 所以它是沿用古代至今 所以只要看到這樣的瓶身 要注意 第一 一定不便宜 第二 它是黃酒 黃酒本身會有一些雪莉的味道 並不是每個人都愛 所以看到這個就好可愛 點下去就好難喝 這個要留意 再來另外一個 龍河葡萄酒 基本上跟伯根蒂的瓶身 長得很像 但是龍河葡萄酒 都會有一個特色是 他們都會在酒瓶上 做浮雕的設計 尤其是教皇星寶 Château Neutubar 這個產區的葡萄酒 上面一定會有所謂的 叫中的帽子 這樣的浮雕 所以當你看到一款葡萄酒 瓶身長得像Brigandy的樣子 而上面有出現這樣的浮雕 你可以知道它是來自龍河區的葡萄酒 而法國龍河主要是以 Chirass Ganache 或跟 Mouet 這些葡萄品種作為 釀造風格的概念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它的風味會比較怎樣 濃郁厚重 帶有辛香料的風味表現 因此我們從瓶身上 就可以去理解 這個酒的風味跟它的口感 是不是很簡單 不用記酒標 只要看瓶身看顏色 就可以輕易找出 你喜歡的酒的 我這邊又還有一個問題 欸請說 我之前在找腳本資料的時候有看到 是 瓶底越凹的 就是越深的 是 好像是越貴的酒 關於這一點呢 劉昂審的這邊要跟各位做個解釋 如果今天我們把時空背景往回 推個100年 或許當時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 因為當時的葡萄酒釀造技術 其實不如現在這麼的先進 尤其是在除渣跟裝品的過程當中呢 很容易往往一些酒渣 因此呢 瓶身越凹 表示它裡面的空間越窄 主要目的 是要讓你的葡萄酒的酒渣 來進行沉澱 當我在倒酒的時候 就不容易把這些酒渣給倒出來 你就喝到比較乾淨的葡萄酒 但是現在的葡萄酒釀造技術呢 已經越來越普及 而且技術越來越良好 根本已經不存在這樣的狀況 因此瓶身是否比較深 等於比較好 其實已經沒有這樣的說法 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法國五大酒莊 任何一瓶都要價一兩萬起跳 可是它的瓶身 卻沒有很深 那你說它的酒不好嗎 這個說法其實是不被認同的 我們可以除了瓶身以外 我們還可以從瓶子的重量來去判斷 怎麼說呢 基本上你瓶身越重 表示你的玻璃厚度越厚 價格自然也就比較貴 而且顏色也就越深 而瓶身越深 基本上對葡萄酒可以起到保護的作用 因為它可以組個陽光 可以組個溫度 所以因此對這款葡萄酒的保存效果會比較好 那室溫各位 如果一款便宜的酒 它會用這麼昂貴的葡萄酒瓶身來進行包裝嗎 基本上是不會的 因此瓶身越重 基本上它的酒相對也就品質越好 我們今天準備兩款葡萄酒來給大家做個測試 這兩款都是750ml的葡萄酒 今天瓶身推薦的這一款 這台是西班牙的頂級酒款 感覺瓶身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重量有多少 來 這是一般比較便宜的葡萄酒 你看連標都沒有 看多了Local OK 我們來看一下它重量有多少 光兩支的價格就可以知道這支的瓶身有重多少 兩個都是750ml 因此我們可以去推算這款葡萄酒的品質 一定相當的好 當然不外乎也有個狀況就是 如果今天我這個廠商是要賣包裝的話 當然這是有可能的 但這不會是常態性 好 那除了重量這件事情以外 你還有一個一點可以去判斷你所買的酒 印證是否真的比較好 很簡單 從軟木塞上就可以去判斷你的酒到底好不好 其實 軟木塞越長表示這一款酒它的品質越好 主要原因是因為軟木塞越長 你的酒跟外面的空氣接觸的距離越長 再加上第二點 軟木塞越長成本越高 如果今天你這一款酒它本身是便宜酒 它不可能會使用這麼昂貴的軟木塞 甚至這一款是便宜酒 它根本不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成年跟儲存 因此它的軟木塞也不需要做那麼長 短一點只要隔絕空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看我的酒是好久 我就看到軟木塞是又長又粗 誒 這是個好的說法 又長又粗就是好的 是 所以你的又長又粗 軟木塞 是 那今天流氧獲得推薦這一款呢 我們就來印證一下 是不是就如流氧獲得所說的一樣 這一款是非常頂級的博豪酒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右邊這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開起來 有沒有是不是比我們剛剛看到的軟木塞 來稍微長一點呢 我們從香氣上可以感受到它有一些 辛香料 花香 紅莓果的香氣 還有所謂的烘烤的氣味 在香氣上呢 流氧獲得給四顆心 口感方面 會有紮實的丹寧 柔和的酒體 均衡的酸度 與甜美的紅色果實味道 相當的易飲討喜 而且具有成年實力 喝起來均衡 並且不會讓人感覺到厚重 在口感上 流氧獲得給 四顆心 尾韻的部分呢 一樣持續 優長的丹寧感 紅色莓果 跟迷人的酸度 在尾韻的部分 流氧獲得給三顆心 那總體評價呢 這款流氧獲得給四顆心的評價 這款曼陀羅特級葡萄酒 它是來自西班牙 Glori Arda 產區的葡萄酒 使用了Ganache 跟Sheraz 兩種品種才去混量出來的 並且呢 在美國香木桶 進行熟成24個月 熟成完之後呢 又在裝瓶後 繼續熟成36個月 所以這一款 是名副其實的廣瑞Serva等級 就表示這一支酒 是經過成年過的 所以從它的包裝 跟它的風味 還有它的軟木塞 都可以判斷出 其實它是一款 非常頂級的葡萄酒 那當然 如果你本身喜歡 濃郁厚重型的朋友的話 這一款 美方守司是個人蠻推薦的 因為這一款 不管是搭配肉類 或是搭配燉肉 其實都非常非常棒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 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哦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老朋友 也別忘了追蹤 流行設置的Facebook 跟IG哦 那我們下次再喝兩杯吧 掰掰 欸 畢哥 你每次都在講說 下次喝兩杯是不是 對 喔 因為一杯不夠 所以喝兩杯啊 沒有 我以為你有什麼 其他創意的答案 就是說 喔 我下次喝兩杯 我想跟妹子一起喝啊 一杯一杯啊 一杯 就是 你 是 不好 尤其 我 是